今天就有玩劍與樓琴 現在可以自己挑主題曲了 今天要跟你們分享的是全新的登錄介面 這個劍與樓琴全新登錄介面真的很美 我現在怎樣 所有都喜歡來個全新登錄介面 來 我們這次繼續來支找 這次爽的地方也是它的支找 跟我們以前玩的一款遊戲很像 所以我覺得它是它的進化版 有進化到嗎 所以我們的音樂會不見嗎 應該是不會 我現在這次已經可以接轉支了 那我們先轉一轉 今天就講全新的登錄介面 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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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等一下 我先領下支援啦 不然我會亂掉 這樣耶 鬆啦 人家這個遊戲也是很鬆的喔 這遊戲有一些支援包 它可以掛著下載 雖然它沒有跑出來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那就是吞噬裝備 欸 怎麼辦 欸 爆了啦 而且它有一個東西可以吞耶 可是我忘記是哪一支 我覺得有一支東西可以吃 不是不是 有一支東西可以吃 不是 做期嗎 不是 是零床 啊 在這裡啦 吞不掉耶 怎麼辦 反正先把它製死 但是我現在不要去爆了 可是我現在不要去爆了 這到底在哪裡啊 這是什麼鬼 明文 所以明文是算在哪 在哪 這是二種試煉 等一下亂掉了啦 明文真的很煩耶 明文的東西 我快被明文搞搞瘋了 有時候酒沒完 你都會一直錯亂 好 攻略這個轉身部分 第二階段 轉了嗎 我剛才快被明文給氣死了 啊 我們有橙色的 好爽啊 OK 我現在有點尿功 各位不要吵我 所以也就是說我們要打符文塔 對不對 不是黃金塔啦 就有一個東西是符文塔 有一個東西是符文塔 有一個東西是符文塔 但有一個東西是符文塔 可是我忘記它在哪裏 戰神天嗎 就言誒 不是喔 應該是那個 新的製造 这边就直接转职任务